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题最关键的就是美式民主的定义了 其实democracy这个词是来自于古希腊的 但是其实说实话 现在的民主它只是套了一个古希腊的皮 它是完全换一种东西 它的内涵啊什么其实是变了 西方的主要国家 它采用的实体不是民主制 而是共和制 是通过法律 通过条文 通过选举 选举出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来统治这个国家 其实是一种共和制 而不是一种民主制 就像你不能 就是像印度那一样了 它其实 印度从来没有像这样统一过 然后它套了一个印度半岛的名字 叫印度 然后它就可以获得这个地方的宣称 这其实是很不讲道理的一种逻辑啊 嗯 像其实你看你所说的那些民主 民主的真正的民主那些人 比如说 嗯亚里士多德 嗯 苏格拉底 嗯 孟德斯基欧 康德 嗯 这些人 他其实都不支持民主制 包括苏格拉底 他也是自己死于民主制下的 嗯哼 我说我可以说的这些都是古民主制 因为这种古民主制 很容易产生一种暴民的暴民政治 对 就是民主制必然 就是一个国家 它必然有上层阶级 中层阶级和下层阶级 而下层阶级往往是占的最多的 嗯 所以民主制国家就是更可能的 就会导致让下层的这些 我们这些人 然后来参与到政治中 但是我们这些人 没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和能力 嗯哼 去参与到这种政治 所以就可能会导致一些 不好的影响 嗯 这我觉得这种民主制 只能是在维护国家稳定的方面 去做出他的一份 一份努力 但是如果他想要帮助这个国家 变得富裕起来 可能不太现实 他没有能够更好的发挥 发挥生产 就是发展生产力的这个功能 嗯 你说现行的这个美式民主制度吗 嗯 对的 嗯 包括你像现在的美式民主 他不是像古下的那种古民主 而是一种寡头认知的概念 嗯 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一种兴趣 嗯 对 我我叫自己我一直聊 我聊下去了 你还能问我有点问题啊 没关系没关系 我我听你讲 因为我听你讲 我也在 回 就是你你讲我要边 你边讲我要认真听 然后我要消化你讲话 而且你 你你说的话 不像19岁 所以我有点惊讶 我请 我可以多问你一些问题 你你现在是在念念大学 对不对 大一 大二 大二 我你你大学方面透露哪一间吗 我在英国读大学 读的是那个经济的 你现在在英国 但是我小时候就喜欢看这种东西吗 嗯 你现在在英国念念书念经济的 哦 好 OK 所以所以你特别喜欢就是 你 但是没关系 政治经济政治经济都有关系 所以你特别喜欢读这个 对不对 那你 那你观察 你就你是觉得 呃 就是我我再来引用一下前面那个网友的话 你是觉得像美国或这些欧美国家 他们是基本上是 民 他们现行的这个民主制度不是使他们负强的方式 而是他们先负强再使用这个民主制度 对的 我是支持这个观点的 你像 包括现在后面发展起来的民主国家 像韩国 像日本 他们也是通过军事独裁来通过 来让自己的国家富裕起来的 嗯 包括是台湾吧 台湾你不是也进入这个会议了吗 他们真的发展起来不是奖金国时期的 对 对 对 独裁时期的 我喜欢 我从小 我不像他们就是从小会喜欢美国 然后现在才讨厌美国 我是从小就不喜欢美国 因为我在小时候 从小你现在也没很老啊 你从小也最多是99年前 那要不有个比较吗 这是一个比较 我更小的时候 我很讨厌美国 多小 我小时候就是听到听到一个新闻 就是南美那边南美洲就是不好 我就是然后我就看到就是美国入侵 就是各种军事入侵什么 亭都拉斯 巴拿马 就是包括你想到的南美任何一个国家 之力都都被美国通过CIA或者各种形式的 入侵 我觉得这根本不是叫民主国家吧 民主国家不是这种吧 而且据我观察我觉得美式民主和其他的欧洲 欧式民主是也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对对 像美式民主这种总统大选 总统大选是全民参与的这种选举是很少见的 就是直接选举很少见 一般都是间接选举 对 间接选举其实就是比如说一个议员 我们这个我是在苏州嘛 苏州假如要产生几个议员 那种在这么大的一个城市下 想和产生几个议员 那我肯定也是不了解他们 我的 而且现在我也要选举了 我们最近也要选举 我们中国大陆这边 我们这边要选举到 我不了解他 我也不 其实我甚至不知道他的什么 他的实政方略 他的治理地方的理念是什么 我们都不了解 我们只能几年投一次票 而不是每天投一次票 如果像古希腊那种民主 真正的民主应该是设立一个500人将军议事会 实时调整 实时监控 每个人500个人里面我肯定有一个是认识的 我可以跟他交谈 你是怎么想的 但是美式民主和欧式民主并不是这样 说出来他们选举出来的议员 他们其实也不太了解 而且以前希腊的那种民族 希腊是很小的城邦 他的那些人其实大家是认识的 所以可以这样玩 他是很小 甚至比现在的镇都还小吧 我想就是这些小城邦这样搞 那那些人 那大家熟悉 那可以这样 但是好像也没弄得很好 好来继续 而且就是他们的 他们就这么小的地方 也造成了严重的地方 地方撕裂和地方矛盾 就是民主问题 他不能去解决像这种种族矛盾 还有地方矛盾这种问题 他只能是作为一个调和器 他并不是一个主要的东西 喂 喂 喂我听得到 你听得到 你突然断电啊 你继续 然后呢 哦好好好 我的意思是 就算在希腊那种小国寡民地方 他依然是无法处理好他的地方矛盾的 你说那很有名的那个斯巴达 斯巴达城邦就和雅典城邦 他们两个就不对付 最后其他的灭亡也是斯巴达的 也算斯巴达的叛变吧 那我意思是像他那种民主 他无法去解决这种地方矛盾 和他的种族矛盾 嗯嗯 包括你像美国嘛 他最遵从的什么法律 司法 他的司法阵营 他的程序阵营 嗯 他一样啊 嗯 他在二战的时候一战的时候把德国人全部抓进 全部抓进战俘营 一个难民营 美国是美国的德国公民哦 嗯 是是是就是他是美国裔 他是美国美国公民 但是他只是德国裔 嗯 包括像二战的时候 他把日本日本人也抓到他的难民营里面 嗯 那日本人也会抗上诉啊 嗯 还是法院一样尊从总统的判决 嗯 你可以享受民主 但是 现在我不允许你 你我不允许你去享受这种民主 嗯 因为 在社会安全的这个层次下 更个人的民主已经无关紧要了 嗯 因为你如果要这个国家去运行 你就不能去理想化的理想化的实行民主 嗯 嗯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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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 好 那那个呃 这个这个 这位朋友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呃 我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那个 谢谢 不不 请问一下您您呃 现在大二嘛 那 呃 你念完是你打算继续在英国念硕士吗 还是怎么样 我应该还要读研吧 还要读研 我也不太 因为我成绩不太好 嗯 我成绩不太好 好好 ok 我多爱徒师 没有 但是我觉得你的那个这个年纪的这个谈吐跟食物 这是让我很 这是耳目一新了 觉得很好 加油 没有了 其实现在年轻人只要都像我这种 就是愿意去接受一点绝水的 不不一定了 哈哈哈哈 时代是发展的 你要乐观一点 哦 好了 不一定了 不一定每个年轻人都知道 是这样 好 ok 非常谢谢你啊 这个遇上困难 这个苏州的这位年轻人 好 谢谢 谢谢你的Coin 谢谢 好 好 拜拜 拜拜 我来先谢谢YT的donate 谢谢这个 冯 薄 薇 谢谢你 然后J1 从什么年龄开始 人会 从想成熟一点变成想年轻一点呢 嘿 对啊 对啊 我觉得应该是25岁以后吧 我觉得啦 嗯 19岁还想变老一点哦 真的 我们现在都想要变年轻一点 哎 J1 人一生知识最多最扎实的时候 就是高考结束那一天 上大学之后天天混日子 走下波了 我觉得我不是耶 我是 后来出社会自己又在 东东看西看 反而是 月活 那个知识比较扎实 并不是那个时候 J1 我啦 对我个人 好 我谢谢微信 Donate 谢谢L1 美式民主等于画大饼比赛 OK 来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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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